今天是2021年12月19日 才有一宗搞笑的新聞給大家看 麻煩看看螢光幕 本來打算響應這個政府的呼籲 全城抗疫留在家中 特別是人多西壁、大型活動 特別是沒有安心出行的地方 恐怖的恐襲當然不去 不過既然見到全城鬧得熱烘烘 我又忍不住去共商城舉行為藝術一番 再跌到以前 仍努力地仍經以劈力繼續轉 是不是很夠呢? 純粹為博君一笑而已 正所謂笑一笑世界那麼美妙 但現在就正式去講一些正經的事情 就是今天12月19日 原來發生摩蠍座 又叫山陽座的金星逆行 這個金逆會一直維持到 夏年2022年的1月29日 我們以後叫它一月尾 但是其實說真的 這個金星逆行 其實它是有一個precursor which is 就是我們上次 就是我不斷在這裏 深究再深究的水星逆行 在天平座 為什麼那個水翼 會是這次金逆的precursor 的一個前奏呢? 因為上次的水翼 是發生在天平座 而天平座的主星是金星 所以現在 天平座的主星金星 它自己都逆行 所以其實兩樣東西是有少少的關連 我在這裏再跟大家去recap一下 金星是代表著什麼呢? 是金錢 一些價值觀 或者是一些one on one的人際關係 例如你要去簽約 一些contract的關係 婚姻 租約 或者是我們的美感 或者是一些 我們會去特別享受的事情 例如去扮靚 做facial 消費 總之任何帶給我們一些美好感覺 一些舒適的 樂趣的東西 其實都是由金星去掌管的 而這次這個金星逆行呢 它呢 會和冥王星 是不斷在這裏 磨來磨去 好像 跳那些lap dance 在那裏磨一下磨一下 因為 冥王星就是 然後 然後 金星呢 本身是已經經過了冥王星 但是現在又回去 那就會和它真的不斷在跳tangle 然後呢 金冥兩星不斷擦出的火花呢 就是會 令到一些 一些 關係 尤其是一些親密關係的東西 它們裡面的黑暗面 一些 驚人的內幕 一些很震驚的東西 全部是揭露給大家看的 而 其實 說真的 最早 這件事 即是它有什麼事情是彰顯到呢 就並不是由最近這兩天才顯露出來給社會看的 其實早在 即是在水翼那段期間 House of Gucci的上畫 知不知道哪部戲 即是Lady Gaga 那部東西呢 是啦 單正那部東西呢 OK 其實那個呢 即是 當然我那時候在水翼在天平 我已經不斷說這個東西是 呃 即是體現了水翼在天平的一個 很明顯的事件 但其實那件事呢 都已經是 今次 金翼的一個 precursor 它同時也是 金星翼行的一個前奏 OK 我們不妨去看一看 House of Gucci那個上畫的時候 那我查回網上資料 就是在本年度的11月20 唉 忘記了 不知道21 22號 而我們可以看一看星圖 那時候的金星是在摩托座的16度 大家看看上面的方向 指上面的方向 那那個綠色的金星在16度 然後 冥王星 就是藍色的那個冥王星在24度 即是他們兩個星呢 是相差了8度左右 那其實呢 已經是兩星開始有交感的了 那當然啦 當 金星步步進逼 冥王星 因為冥王星 基本上不是怎麼動的 它很慢的 而金星是比較快的 那當 金星不斷走到17 18 19度 那時候呢 慢慢這個合上 它們兩星的 conjunction OK 那就會越來越緊密的 那 為什麼House of Gucci 是這次 金翼的一個很好的體驗呢 因為House of Gucci那個 那個電影講什麼的 是講一些熊門恩怨的 還有 喂 金星啊 Gucci啊 即是這些 high-flying的一些 famous brand 靚東西 Fashion 它就是講一些 熊門裡面的一些 鬼秘的內幕 一些血腥的鬥爭 OK 那熊門這些是金星 然後這些 殘忍的 權力鬥爭 權力欲 欲望的體現 就是冥王星 所以其實 說真的 這部House of Gucci 即是隨著 House of Gucci 這部電影的first release 它不僅是 水星逆行在天秤的 一個很好的體驗 它也都是預示了 我們這次這個 金星逆行 which is 由今天12月19日 開始發生 一路去到 下年一月尾 它也是這次 金翼的一個 非常之好的一個 預演 所以 在這個House of Gucci 的first release 之後的過兩月 即是來到 今天 12月19日 金星逆行正式開始 真真正正在我們 現實社會體現到的 就是 這兩天 李靚蕾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大陸人很喜歡 改名字做什麼 靚 可能他們覺得靚這個字 很平常 但是在我們廣東人 我真的 這件事是超酷的 我叫我靚 我是靚姐 很奇怪 李靚蕾和王力雲之間的 恩怨情仇 同時 看到 金星現在在26度 冥王 基本上 都沒有怎麼動 先在25度 但是現在金星逆行 即是 就會由26度 走回去 轉頭 26度 25度 即是它又會再跟冥王 測身而過 所以這些東西 就是完完全全 體現了 金銘 雙俠 之間的那些 糾纏瓜葛 我們要知道 金星它不是經常去 疫行 停滯的 它不知水疫 一年有三次 甚至四次 所以金星一發生 這個停滯疫行 還要搭配這個 核彈級的一個 冥王星的 因為其實 其實摩蕊也是說一些權力欲 一些 材料 一些 成就 一些舉小觸目的東西 然後 加上 冥王這種黑暗的力量 所以 這兩個星加起來 它們會做出一種 什麼樣的 氣氛呢 就是一些 本來表面很亮麗 很金星 明明明的東西 但是原來它裡面 是越揭越臭的 尤其是人際關係 感情 一些利益鬥爭 這些東西 還有 伴隨著 看看這幅星圖 現在 上下 是不是有一條 粗紅線連著 是啊 就是現在 因為是 雙子座的悶月 日月雙充 太陽在上方 27度射手座的位置 而月亮在下方 雙子座27度的位置 這些東西 就是這個日月雙充 就是會把很多東西曝光 因為滿月 是不是 就是月亮又大又圓 是不是 就會把全部東西照亮於世間 還有何況呢 射手 和雙子 都是講一些 溝通 消息 它將一些消息 公諸於世 所以為什麼 這次李靚雷王力雲這件事件 是一個 非常之好的 沾聲課 讓我們知道 以後 如果又是 即是有一些類似的 聲像之下 我們是可以期望到 在社會裏面 有些什麼 震撼彈消息 是曝光出來的 也都在這裏 不妨跟大家說 因為 今次這個 金星逆行 一直是去到 下年的一月尾 剛剛說了 所以 他跟 冥王的那些 即是真的叫做 兩星跳舞 其實 這個 很緊密的 合約 是維持一個月 即是 來近整個月都 還會發生的 所以呢 對於 很多 平常人來說 很多關係 一些親密關係 都會出現很多的危機 所以我們是可以參考 即是王力雲這個離婚事件 兼李靚雷踢爆事件 中間我們去參考 他們的一些 elements 然後我們要好好去 避免我們自己 一些很真而重之的關係 OK 例如 就是 冥王式的一種 很強烈的一個危機性 危機性的一個 毀滅性的一個分離 OK 很多 勾心鬥角 一些 不為人知的秘密 陰暗面 OK 還有 他們當然 其實都有很多 金錢利益的掛鉤 然後大家 現在 王力雲 王大宗 沒什麼鬼 又在說這個媳婦 其實是貪錢 是想拿善養費 還有 其實在李靚雷的聲明裡面 他都是說過 他說要給自己一個 一個重生的機會 就是一個 肉火鳳凰 其實這些東西 通通就是一些 很冥王式的一些 topic 還有 何況 他真的叫做攬炒 那 冥王又是一些 有攬炒意味的 一些勝利 而趁著這個 金星逆行的時候 李靚雷 他終於肯鼓起勇氣 他給自己做一個 肉火鳳凰 去檢視自己的價值觀 去重整一下自己的 那個 婚姻觀 愛情觀 家庭觀 究竟我是不是還要去 維護老公 維護到天方地老 還是我要去彰顯自己的 價值 金星是講價值的 尤其是 是因為 現在金契合名 這裏整套 這裏整套的聲像 就是金契合名 伴隨著這次這個 雙子狀滿月 他將這些東西曝光 金契合名 是發生在魔戒座 魔戒座就是講一個責任 他還要不要 負這個妻子的責任 而王力雲 他有沒有盡好自己做老公 和父親的責任 OK 那這些呢 就是 不單止是名人 社會名人 但是甚至是世界各地 總之是這個地球表現上生存的生物 OK 都會去經歷的一些 心理狀況 還有我想說 有一件事 非常之邪 邪到嚇死你 那如果你有接觸到一些比較高階的占星學 其實你是應該知道 金星契合的系統是大概八年左右 而它有一個非常之特別的 你自己上網去找一下 它叫做一個煤花的圖案 你們自己試一下Google 會不會找到金星煤花 OK 真是煤花 下雪才會盛放的那些煤花 那你自己試一下Google 它有一個八年的周期 而我 真是叫做屁屁行 走去找 那其實 這個王力雲和李靚雷 究竟是什麼時候結婚的呢 嚇死你了 真是八年之前 根據上網的資料 就是說 他們在2013年的11月27日 OK 即是2013年的冬天 那現在去到2021年的冬天 那是不是真的完全就是 八年前 是不是 差了幾天 你不要爭 是不是 真是八年前 他們在美國登記結婚 而呢 我好鬼死八怪 那我繼續去找 那在2013年的11月27日 當天的星象是怎樣呢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裡的星盤 OK 那那個時間不要緊的 或者什麼時區都不要緊的 就算大家看到我這裡找是12點 GMT加百 不要緊的 因為我現在不需要去找什麼工位 去看一些什麼的上位 我只要找 當初 金銘兩星大概的位置 嘩 果然 都是在摩蠍座 都是在摩蠍座 在他們美國注冊結婚的當日 2013年11月27日 金銘兩星都是 跟今天一樣 在摩蠍座 8年前 8年後 都是在摩蠍座 OK 然後我們可以更加細緻去看 當時金星是在18度 銘黃星是在10度 那我都說過了 冥魂星很慢的 不是很怎麼動的 是不是 然後金星很快的 那就會一路向前進步 18度 19度 20度 好像越來越遠離 Oh no 但是不是 原來在他們結婚之後的 少過一個月的時間 OK 那根據資料顯示 在2012 在2013年 他們結婚之後 少過一個月的時間 那就是在 December的21日 冬至 咦 金星呢 開始會逆行 即是在這個 摩蠍座 逆行的 由摩蠍座的28度 慢慢逆行 逆到去哪裏呢 一路去到 2014年的1月尾 1月尾 去摩蠍座的13度 OK 那就是是不是會 擦身異國的那個冥王星 而 這個 異仗 經過 8年之後 就是一次 金星逆行的 循環 8年之後 今天的2021年 終於 這件事 被引爆 他們的婚姻 正式破裂告終了 你說這件事 是不是非常邪 而且這件事 真的是非常好的課程 是讓我們 有志去學尖精的人 可以去參考一下 OK 還有我想說 原來最近這幾天 都不單止是 這件勁爆的事 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留意 內地的評論 話說在湖北 有一條 你們自己找一下 湖北高架橋 或者一些 橋 塔橋 就是有一條橋 崩了 在湖北的 但這條橋 哎呀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好像說連接什麼上海 不知道哪裡的 什麼湖 什麼湖 什麼湖高速橋 OK 崩了 大家一路可以看到這些 的相片 OK 原來這件事 都是非常之 金銘盒魔傑 為什麼呢 因為魔傑 就是講一些 大型建築 高空建築 OK 然後銘黃星 當然就是講一些 毀滅的東西 OK 所以 受到一個金星的 無端端的觸碰 OK 但是 對應本來的城市 我不知道金星是代表什麼 可能金星就是講一些 危難 特別大的災禍 OK 總之它就去觸碰一個 本來代表 冥王星的 一些毀滅性的危機 然後發生在 代表 一些高大建築物的 魔傑座 然後就是 對應在內地的 那個地方 湖北那個地方 竟然有條橋 無端端塌了 那這件事呢 都是值得我們去 去 bear in mind 去 take一些 mental note 那將來 每次有些類似的 星象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 未於籌謀 防患於未然 OK 還有當然 很多這些這麼厲害的事件 就是 多得這個雙子狀滿月 OK 但是可能如果 如果將來 又有這些 金銘 金銘合魔 但是沒有 滿月的 曝光能量之下 可能很多東西 就會比較藏 但是今次 同時多得這個滿月 講多一次 因為射手相子 這條族 這條AXIS 是掌管一些資訊的流通 所以也都會 將很多這些醜聞 大大去放大給我們去看 而我想說 金銘合魔 一些權力欲 這樣的東西 一些黑暗內幕 我會有一個估計 就是說 就是說 接下來 很多 金融業 也都會有很多 很勁爆的消息 是被人去 達出來 尤其是一些 傳媒去找很多 金融業的黑幕 一些官商勾結 銀行的一些 不為人知的秘密 就是那些 就是操盤 OK 或者是一些政治 黑金交易 因為摩奇都是管政治 然後 金當然是因為 就是黑金 黑就是來自銘魂星 金就是來自金星 很多這些消息 也都 在接下來這個幾個月 一路去到 明年 2022年的一月尾 我都期望 是會 不斷有一些 曝光的 大家就準備 買花生吧 麻煩